想让孩子大口吃菜,10分钟就能搞定的早餐鸡蛋饼,有菜又有蛋,营养真的是绝了 斑斓切成细丝放进大碗里,再加点胡萝卜丝,打一个鸡蛋,一勺面粉适量盐,搅拌均匀 用这个四孔煎蛋锅做早餐省时又省力,打入一个鸡蛋,小火煎到鸡蛋熟透两面金黄就好了 有20斤的树根,能做出多少专出呢? 清洗好的木薯,少去外皮 用剁骨刀切成小块,越小越好 原来是像这样子一点点敲的,但是实在太硬了 改成用破壁机,记得要加点水 放进烧布里过滤,少量多次都比较好挤 我一共做出了这么整整一大桶 沉淀一往上,把上面的水分给倒掉 最后底下留下的就是木薯粉啦 刮起这一层飞牛顿液体,铺在纱布上 尽量平整一些,塞上两天 用小锤子把塞干的木薯粉一点点敲散 再用盐波,研磨成细腻的粉末 过个筛 还记得前几天做的珍珠粉吗? 今天就用珍珠粉来做珍珠 清水加入一点白糖,勺制沸腾 粉和水的比例是1比0.7 使劲揉成光滑的面团 这个小秒灶做丸子特别的好用 用蒸盘压,小到一刮 倒进平整的盘子里 再撒上一点木薯粉 来回左右滚动均匀的裹上 水开倒入珍珠 大约煮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记得要过一遍凉水哦 这样做出来的珍珠才会更透亮 珍珠打底 倒入满的冰块 加点杯母粉 倒入红茶 搅拌均匀 六瓜一彩的贼好看 剩下的木薯粉 简单的密封保存就行 你们来测测看 这一瓜到底有多重呢 快,做给亲爱的人吃吧 一块巧克力 盖面包片 扣下来个圈 蘸蛋液 裹面包糠 六层油温下锅 炸至金黄冒泡出锅 美味巧克力派制作完成 520你们想好送什么了吗 我觉得送土豆就挺不错的 把土豆切成小块 把它们拌进锅里 水记得要加少一点 一勺盐 一勺橄榄油 煮出土豆的味道 剩下的土豆 下次用来做土豆泥巴 我们要吃这个土豆水 重新起个锅 加入土豆淀粉 小火不停地搅拌 直到变得浓稠 转进裱花袋里 然后挤在油纸上 用勺子铺平擀薄 还有一部分挤进长条形的模具里 120度先烤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发现还是有点湿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小时 看看这晶莹剔透的薯片 薯片差不多了 但是薯条有点失败了 仔细看了一下 形状不规则 而且烤不干 拿出来很快就粘成了一坨 还好我又剩几个土豆 重新煮一锅土豆水 拿出以前做好的葛根粉 葛根要比土豆淀粉更浓稠 具体的比例我放在屏幕上了 同样的小火边搅拌边煮 装进裱花袋里 再次挤到模具里 吸取了前面的教训 这次我们烤久一点 边缘可以轻松脱膜了 但是中间还是没烤干 再加一点时间 超酥脆超有趣的透明薯条 也做好了 不仅仅是透明而已 它还特别的酥脆 重点是热量还低 一盒琉璃薯条的热量 还没一根普通薯条的热量高 快做给应该的人吃吧 哇 这个饼怎么那么好吃呢 哇 这个太好吃了 真好吃 葛老师 这个饼叫什么 如果要买的话 买不到 没有 你就买我吧 这饼太好吃 好香 哇 是吧 绝了 给绝了 这就是这样 这完整就是餐厅里做 馄饨你还只会水煮吗 试试这个酸汤馄饨 吃一口就会爱上 碗中放蒜末 葱花 虾皮 生抽 陈醋 香油 好吃的关键是放这个辣椒油 水开把馄饨煮熟 加成两勺汤到碗里 原汤化原石 放入煮好的馄饨 老公再也不说没有胃口了 上次自制黄油 今天来自制个马苏里拉 超能拉丝的那种 我这里用了三升的生牛乳 赶赶挤出来的那种 倒两杯50毫升的纯净水 放入6克的柠檬酸 还有30滴凝乳酶 搅拌均匀 家里面有这些的 可以实施用醇醋 温度计时必须的 小火慢慢加热 等温度到达43度的时候 倒入柠檬酸 然后继续加热 不停搅拌 保证受热均匀 等到30度的时候 锅里火 再倒入稀释好的凝乳酶 快速搅拌 盖上锅盖 让牛奶静置15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锅盖 这个时候会发现 上面出现了一层凝乳 就像豆腐一样 用刀轻轻地切成小方块 再次小火加热 继续提升温度 到达40度 关火 盖上锅盖 再静置5分钟 小心地把乳酶过滤出来 轻轻地挤压 排出乳清 你们看 这个时候 姿势还是很粗糙的 没关系 挤出来的乳清 加热到80度 加一点盐搅拌 接着把乳清 倒在姿势上 记得要完全摸过姿势 等待了15秒 你们就会发现 姿势变光滑了 举出姿势 折叠拉伸 这一步决定做好的 马苏里拉 适逢的拉丝 稍微地把它整一下形 让它变得表面更光滑 为共做出了150克 保鲜保鲜膜 放进冰箱冷冻保存 平时吃的时候 可以用刨丝器 吃泡面的时候来上一点 浓郁拉丝 吃吐司的时候 也可以来一点奶香浓郁 快做给人爱的人吃吧 你一定想不到 芒果多加这一步 就可以做出非常外赛的羊枝甘露 做法比煮泡面还简单 首先水开下西米 不停搅动 看到中间有小白点 不要慌 关火盖盖闷20分钟 就完全透明了 再过一下冷水口感会更Q弹 然后把芒果和椰汁倒入榨汁机 打成芒果奶吸 杯子先用芒果和西瓜打底 加入煮好的西米 一点椰奶 再倒入芒果奶吸 羊枝甘露就做好了 我每次做这个饭团 孩子都抢着吃 蒸好的大米中加入胡萝卜 青菜和海苔碎 把米饭和蔬菜充分抓匀 然后取一团米饭 捏成喜欢的形状 锅底刷油 放入饭团 两面都刷上酱汁 酱汁的配方我打在屏幕上 煎至饭团表面焦黄就可以了 鱼虾肉丝要怎么做才能咸甜适中 酸辣可口 肉丝滑呢还不柴呢 其实做法很简单 切好的肉丝加料酒 生抽 胡椒粉 蛋清 淀粉 扎勻腌制十分钟 热锅凉油下肉丝滑熟 加葱姜蒜 一包这种根据比例调制好的鱼香肉丝料 炒香后放入三四配菜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鱼香肉丝三碗米饭不够吃 不加一滴碎的紫苏炒田螺 香辣入味 老公说比搭排档的还好吃 油热下姜蒜 倒入盒里捡来的田螺 翻炒半分钟 调味只需放一袋这个紫苏王调味酱 大火翻炒出香辣味 放一罐前面喝顺的啤酒 大火焖煮五分钟 还剩一些汤汁的时候 加一点辣椒和韭菜 再次炒匀就可以了 哇 这样做的炒田螺 香味都飘到隔壁小区了 像我一样的兔头小宝贝煮一楼 看看今天的食材除了蜂蜜都是黑的 500克的黑芝麻 200克的黑豆 还有200克的黑米 下水洗净 小火慢慢地炒干 直到听到炸裂的声音 记得不要一股脑地倒下去一起炒哦 因为每一栋需要炒干的时间都不一样 然后放进破皮机里打碎 记得要少量多次 小板你打着打着就要摇一摇 尽量打得细腻一些 黑芝麻打着打着就会出油 所以记得要摇一摇 不要加水哦 最后把香肾和黑口气一起打碎 锅中加入蜂蜜 煮到冒小气泡的时候关火 倒入线前打好的粉末 反板均匀 你就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黑 在搓成圆球之前要先捏紧 这样搓出来芝麻王才会光滑 有光发亮 锡纸剪成小块 把黑芝麻王包起来 这样做出来的黑芝麻王 大概可以逆分保存四个月 每天来一颗 捕住了图头小宝贝 快就给你来等人吃吧 婆婆从小告诉我 女孩子夏天要多吃红豆 准备红豆提前浸泡两小时 倒入锅里 加半碗白西米 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 煮三十分钟再弄二十分钟 最后加红糖和牛奶搅拌搅拌 领养丰富 比奶茶好喝百倍 婆婆从小告诉我 女孩子夏天要多吃红豆 准备红豆提前浸泡一晚上 开一杯白西米 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 煮三十分钟 再弄二十分钟 最后加红糖和牛奶搅拌搅拌 营养丰富 比奶茶好喝百倍 婆婆从小告诉我 女孩子夏天要多吃红豆 准备红豆提前浸泡一晚上 开一杯白西米 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 煮三十分钟 再弄二十分钟 最后加红糖和牛奶搅拌搅拌 营养丰富 比奶茶好喝百倍 再弄二十分钟